六號楊敬敏 十七號蘇世軒 國王隊今天排出是聶歐馬 搭配蘇世軒 林書瑋 曼林高 以及楊敬敏 剛才這個犯規已經是 國王團團的第五次了 很輕鬆可以得分了 對 他命的假動作 再一個假動作交給蘇世軒 邵之翔 空的機會以外 他讓蘇世軒去得分 其實這是他球隊裡面的 第五個得分點 所以 只有兩成的命中率 阿敏的出手 好球 好球 阿敏的球切入之後的轉身 其實對 乳怪人來說 後衛也震了 波瑞茨嘗試一個三分友 好像是國王隊的擋殘 大兵就是有到外圍去做一些幫打 阿敏這邊投進了三分外線 個人獨得十三分 在地板上再撥 阿敏 這就是他的經驗 現在比賽 國王隊從一開始就陷入了苦戰 只要在今天的主場 或是下一場的主場 可以順利拿下來 其實夠 三分千萬出手沒進 籃板球 阿敏抓到 這個假動作 繼續兩次都跟阿敏給搶到 國王隊現在這個陣容 進區裡面做假動作 然後要起身 我倒覺得 阿敏的體力必須要在這一場 完全的釋放出來 那 國王隊很明顯 所以領先十分都不算多 蘇偉 在哪裡 這個球 最後來到阿敏的手上 三分外線投進 回到二十分以內的差距了 蘇偉傳進去的時候 我認為檢浩應該是有機會 把這個球給抄掉 只是他成退得有點太底了 對 對 當然因為已經有兩勝貨在手裡了 所以 阿敏持球 三分線外 面對德偉輸來的斜段 照樣投進 可能會讓他投進的感覺 我認為太多於 抱怨裁判的一個狀況 你自己把胃卡好 其實就沒有後續就是問題了 所以他接球 哇 進攻犯規 楊敬銘 阿敏在擺脫的時候 在手勢上面 被位置被阻擋之後 有一個 想要把人擺脫的一個 阿敏 Q在進去裡面卡位 喔 理事長買到了犯規 敏哥那個動作 從前面一個鏡頭看到 坐在板凳最尾身的老吳都 看看明天的領航員 是否也在這場比賽當中 得到先啟發楊敬銘的三分球 好 好 好 真的是驚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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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好 好